大家好 今天我给大家说 我们这个夏季嫁接 夏季嫁接最主要的就是害怕 我们的后期的高温 跟我们的一个雨水 后期会让这个芽发得不好 我们嫁接其实跟我们 二二三月份嫁接是一样的 斜切一刀 我们看到这个形成层看得见 我们再下切一刀 切下去 刚刚贱木不伤木 其实伤一点点木是无所谓的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枝条 选择是这个件状的 今天我们用它来嫁接 一样的销 一刀下去 要削平 必须平 如果要是没削平 贴活面就不好 后期展示就不好 不容易成活 贴上去 贴上去 贴面紧紧贴在一起 成活率才高 还有就是这个大枝条 价接的话 后期只要活了 长势比小枝条长得快 起码快两倍 包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产情缠颜 夏天还有个问题 这个妆头必须要把包到 就是水分给它保住 水分要保好 水分如果不包好的话 后期这个妆头就会被晒破晒烂 不能让它进雨水 必须要包好再缠起来 然后再把这个上面这个包好 千万不能让这个 露到外头 露到外头后期就会烂 烂了之后会枝条干枯 干了就不行 然后包好 其实很简单 喜欢的点个赞 不喜欢还是点个赞